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來Ann與Nam的頻道 我們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李鳳的藝術人生 李鳳和他哥哥李龍自小就很喜歡粵劇 十歲就開始一起在陳飛龍主持的香江粵劇學院學藝 後來又拜這個吳恭合為師 1962年已經開始和他哥哥李龍首次演出節子戲《打金之》和《揚門雷將之探谷》 而在1960年代尾就開始參與粵劇演出 除了登台之外還參與電影的拍攝 是以同星的身份演出的 1971年他就跟隨林家星劇團去美國演出 擔任二邦花彈 1974年就跟藍紅、文千歲去新加坡、馬來西亞這些地方演出 之後很多年他都參與《眾新星劇團》這些劇團 和電視和電影的演出 1975年他就火拍《麗新星劇團》 1976年就參與《國新星》和《眾新星劇團》的演出 1977年就參與《新加坡》《魏新星》和《眾新星劇團》的演出 而1980年就跟馮麗所灌錄的唱曲樂、唱片《玉簽記》 去到1988年就加盟了《精英》粵劇團成為台柱之一 1990年,李鳳自己組成了《風華粵劇團》 是跟林錦棠、龍貫天和文千歲這些文武生拍檔演出 更加在《東星劇團》和《雙喜樂劇團》出任二方花彈的職位 他亦都曾經參與《佛山樂劇團》的演出 1990年代他多數是與苑兆輝合作 例如1992年12月1日至7日 在《新江戲院》演出《白蛇伸傳》、《十奏嚴嵩》、《魏城》、《兼蝶》、《諾神》、《紮腳十三妹》、《李仙傳》等 在1998年他因然答應了輝哥、院兆輝和球姐、陳好球、合組的好少年做二方花彈 在2002年他就火拍《新劍郎》領導的《玉玲龍》劇團首次響羅 的台戲有《虎將入迷津》、《虎將情仇美人恩》、《楊門女將》 這三個內地的劇本 還有《忽必烈》和他熟悉的三出陳錦堂當年的首本戲 包括《白箭紅絲》、《鎮肉關》、《狀元》、《夜嬸舞探花》和《一劍雙邊碎海堂》 李鳳也曾參與過電視劇演出 有《真功夫一棒走天涯》、《天龍訣》和《七武器之霸王槍》 它也曾參與過演出的劇集包括 臨冲雪夜上梁山 红榴宝袋 连溪河半血 彩榴佩 青三客 梁竹恨 张巡撒妾响三军 连城壁 敲牙忌 六角大风相 雷鸣金谷战家星 幻角离恨天 赵氏孤兒 十五冠等等 今天李鳳的藝術人生 就分享到这里 请大家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订阅 拜拜